欢迎收看联合国周刊 本周竞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九位候选人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了一场史上最顶级的面试 每个人在两个小时内陈述及竞选立场 并回答193个会员国和公众的提问 联合国萨赫勒区域人道主义协调员兰泽 本周在结束对尼日利亚的访问后表示 恐怖组织伯克圣地越来越多地使用儿童来实施暴力行动 目前 乍德湖地区有超过300万人流离失所 谋杀和绑架的数量日益增加 越来越多的孩子被伯克圣地当成自杀式炸弹使用 叙利亚和谈本周在日内瓦重启 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表示 目前的情况令人沮丧 但并非完全消极 本轮会议谈开始前 联合国向被极端组织控制的叙利亚城市戴尔祖尔空投食物 在这个地区生活的超过20万人 自2014年3月以来被遭到围困 感谢收看联合国周刊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